事实上如果我们把品格优势这个体系和我们中国文化进行更详细的对比的话 大家就会发现它和我们儒家所提倡的仁义理智性特别接近 你看它的六大美德里面 人道相当于人 正义相当于义 节制相当于理 智慧相当于智 勇气相当于性 只有这个超越好像跟我们儒家不是特别的有对应的关系 因为呢 儒家的话我们知道孔子的话说为之生焉之死 子不与乱利怪神 好像我们儒家不太讲超越的东西 但是呢 如果你对于儒家有真的很深入的了解 比如说我自己 我的话其实把我自己看成是基本上是一个儒教徒 那么我会发现其实儒家的超越性是非常强的 更不用说中国文化里面还有道家佛家 他们的话是非常强调超越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品格优势 虽然是西方人总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体系 但是呢 它是跨文化的 它和我们中国文化结合的特别紧 当然这也是因为他们在构建这个体系的过程当中 中国文化就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来源 而且呢 品格优势和美德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就是天生和我们中国文化特别切合的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的话就是特别强调道德 特别强调修身 特别强调要提升自己的品格修养 那么这个的话是儒家的一个核心主张 因此的话 儒家最重要的经典之一 大学 开头就说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它是什么意思呢 朱熙的注释是 明德者 人之所得乎于天 而须灵不昧 意思的话就是说 我们天生的就有这些道德 只不过呢 是被后天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所影响 被你的欲望所遮蔽 所以呢 这些明德变得没有那么明亮了 所以呢 大学 也就是说一个人一辈子 要做的最大的学问 最大的学习 就是明明德 让你被门毙了的那些德 重新明亮起来 因此呢 大学才强调说 自天子一智庶人 亦以修身为本 而且我们可以知道 儒家最重要的修旗 治平等等 你以后所做的 所有的旗家 治国 平天下 都是要以修身 作为第一步 修身是为了什么呢 就是明明德 使你的品格优势 变得更加的完善 然后呢 你才能够做到 其他的东西 就像赛里格曼所主张的 在你的品格优势的基础之上 建立起 快乐积极情绪 和投入 人际关系 意义 还有成就 这五项支柱 最后呢 才能搭建出你的一个 美好人生和蓬勃幸福 这个的话 其实也是符合 西方哲学的观点的 从教育这个词来看 我们知道 英语里面的话 教育叫做educate 它其实是来自于 古希腊语 那么 意的话 是表示出 而后面的jugate呢 表示赢 因此呢 合起来呢 educate的这个词 在古希腊人那里呢 其实是表示 引出 是把你生命中 本来就有的 美好的东西 引出来 而不是说 诶 我是一个教师 我是一个圣人 我知道很多美好的东西 你是一个坏蛋 所以现在呢 你要听我的 我把我的好东西灌输给你 把你交正成为一个好人 不是的 苏格拉底说 教育不是灌输 而是点燃火焰 意思的话 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本来就都是一个 非常好的材质 只不过的话 是需要教育来点燃 但是呢 并不是说 教育要把我们改头换面 把我们从本来没有办法激活的 一个铁石 变成一个可以接活的材质 不是的 积极心理学认为 所有的人 天生就都有 这24种品格优势 只不过呢 有些人在某些品格上比较强 有些人在另外一些品格上比较强